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聊一聊在中国不能做的事情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除了法律之外,中国其实是一个以德治国的国家 这几天啊,华人明星王力宏,他的人设崩塌了 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啊,王力宏是一个清爽,帅气,干净的优质偶像 但是在12月17日的时候,王力宏的妻子或者说前妻在Instagram以及微博上同时发文 控诉在结婚期间受到的冷暴力以及不公 同时还揭露了王力宏极端混乱的私生活,脚踏起条船,私会人妻,甚至有招机的行为 这完全颠覆了大家的三观,同时在华人世界引起一片震荡 因为这和中国人最看重的伦理道德是相违背的 经过两人多轮交火,最终以王力宏在12月20日在微博上道歉 表示愿意赔偿以及暂时退出工作为结束 所以大家能看出来,他们交火的主战场呢,就是微博 其实不管是王力宏还是李靖雷啊,他们都是美籍华人 但是最终促成事件解决以及王力宏道歉愿意赔偿的,竟然是中国的社交媒体 当然了,如果事情指于王力宏道歉愿意赔偿为止 我觉得在其他很多国家都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 弱小得到支持,正义得到伸张 但是在中国他的结局并不会这么简单 王力宏在道歉中说到他将暂时的退出工作 但是呢,在中国他其实已经被全面的封杀了 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重新付出 因为啊,中国的德志要求公众人物,特别是明星 必须传达正面的信息 因为他们有影响年轻人的本领 所以他们必须负有教化年轻人的责任 所以你既然身居这样的高位受到了这么多关注 那你自然而然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而王力宏显然没有承担好这一个责任 而对比而言啊,贾斯丁比伯他召集吸毒一应俱全 他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受到了谴责 甚至很多民众要求把他遣返回加拿大 但是后来他浪子回头结了婚 然后呢,行为也变端正了 大家也就原谅了他 他可以重新开始了 但是假如他在中国的话 他是没有任何机会重新开始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贾斯丁比伯在中国已经被全面封杀了 我之前在我的视频里提到过 我学习英式口音的偶像就是休格兰特 而休格兰特其实也陷入过召集事件 但是后来人们也选择原谅了他 这个事情慢慢就被忘记了 虽然可能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 但是他的公众生涯一直持续着 相比而言,中国的钢琴家李云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李云迪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的获得者 最近几年他慢慢的进入了娱乐圈 前一阵子他也因为嫖妓被捕了 从此他被全面封杀 不再有任何的机会 大家可能觉得不过就是嫖妓而已 能有多大的事 而且这个事应该是他私事而已 可是在中国这个事情就是行不通的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而且地方差异特别大 要想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 就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 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积累了几千年的政治财富 以及政治智慧 儒家文化讲究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终极目标就是平天下 平天下就是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 而这一切是从修身开始的 修身就是要修炼自己的品德 然后端正自己的思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中国明星是富有教化年轻人的职责的 他们需要保持自己品格的完整 那么嫖娼以及吸毒是底线 而之前中国女明星郑爽被全面封杀 一开始也是因为道德问题 就她和她当身的男朋友决定找人代孕 要生两个孩子 结果等到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 她又决定不要这两个孩子了 同时代孕在中国本身就是违法的 而后来因为郑爽男朋友的揭露 才发现郑爽有偷税漏税的行为 最终被罚了将近三亿的人民币 大家可能觉得为什么不给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呢?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 社会就是对你宽容的 那么你肯定会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但是作为公众人物 如果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了之后 都能轻易的翻篇 都能轻易的重新开始的话 那么社会的导向就会出现偏差 很多人会觉得 如果这样做都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的话 他们就会效仿模仿这样的行为 这种所谓的自由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 中国人认为任何人的行为 都应该受到社会规则的限制 受到制约 还有中国是不允许开设赌场的 虽然澳门还是允许 但是在中国大陆这是不允许的 其实说实话 你没法禁止所有人进入这么一个利润极为巨大的行业 因为这就是人性 但是在中国大陆就是不允许你开赌场 这就是中国1949年解放的时候 刮掉的一个社会的毒瘤 另一个毒瘤就是妓院 在解放前妓院其实是合法的 而且大家看很多古装剧 里面赌场和妓院基本都是一个标配 但是新中国就是不允许这些东西的存在 当时中国政府甚至特意拨出款项 去给这些妓女治病 然后对她们进行再教育 希望她们能有一技之长可以去谋生 中国女性的地位也是在1949年解放之后得到提升的 毛主席也说过 妇女能顶半边天 我之前其实也说过 在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崇尚的是一种女性的健康美 那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为什么王力宏的妻子李靖雷 会选择在中国的微博上进行控诉呢 因为中国对女性的地位是最为重视的 中国女性的解放是最为彻底的 中国女性的发声是最能得到倾听的 当然了我不是说中国就不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 这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但相对而言 中国整体环境对女性是最为宽容的 而女性也能得到最多的支持 今年还有几个事件 也是因为女性在微博上进行控诉 然后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从而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走向 比如说吴亦凡的事件 她现在已经锒铛入狱了 其实中国这两天最大的新闻 就是中国头部主播薇亚 因为偷税漏税被追罚了 是3.41亿人民币 同时全平台被封 包括微博抖音以及淘宝直播 大家几都知道直播赚钱啊 可谁知道竟然能赚这么多钱 光罚款就有13.4亿人民币 薇亚是淘宝直接扶持起来的 她每次直播的时候都有破上亿的流量 这是非常惊人的流量 好像淘宝会把所有流量 都首先在她那里走一遍 有了这样的流量加持 个人的能力根本不是那么重要的 而她的直播间主打的就是全网最低价 所以很多商家不得不赔钱去做广告 这几乎就是取得了垄断的地位 而垄断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 就像富可敌国的阿里巴巴集团 之前将触手升向了金融 而她的创始人马云之前还在外滩金融分会上大放厥词 批评中国国家的金融监管 结果被约谈了好几次 马云之前人生导师的关环也不见了 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 只剩下赚取人民泄汉钱的资本家的名头 而且最近几年阿里巴巴通过直通车绑架了卖家 卖家必须买直通车才有流量 如果不买的话根本赚不到钱 但是一旦买了直通车 她赚了所有钱几乎都用来投入了买直通车 同时因为京东拼多多以及抖音的崛起 阿里巴巴是江河日下了 所以中国人会说没有马云的时代 而是时代的马云 你或许会觉得这一切和一个普通人并没有切身的关联 但是如果对这一切都不加以监管的话 那么整个社会的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肯定会越来越严重 而这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其实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生长于这个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的点点滴滴都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或许这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标 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优秀的政治家们梦想的 所谓之努力的天下大同 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评论 那么下次再见咯